三個因素 我覺得最重要的三個因素 第一就是衛生環境 因為老人家的體質都會比較弱 所以衛生環境對老人家都很重要 第二就是它的舒適度 比如說空間會不會太窄 或者OK 還有它有沒有一些設施 可以幫到老人家 起居飲食或者娛樂等等 第三就是價錢 也要去看看價錢 是否可負擔的水平和合理 所以這三方面都是很重要的